現在我要做一個延伸的變化 我想要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就加一個後半拍的聲音 就是1,R2,3,4 1,R2,3,4 這個R的這個位置 我想要用左手來做 之前是用右手來做的 是這樣 1,R2 現在變成是用左手 因為左手原本在第二拍 1,2 有一個下壓的聲音 現在我想要提早這個動作 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變成1,R2,3,4 1,R2,3,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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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的右手會在第二拍的時候出現一個聲音 所以第一拍的後半拍 這個1,R2 這兩個聲音會有一個 必須要有一個理想的串聯 聽起來才會比較順 試試看喔 1,R2,3,4 再一次喔 1,R2,3,4 1,R2,4 1,R2,4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感觉 当然同样的你应该知道 在第一拍的后半拍 这个动作 左手来做的 也可以做在第三拍的后半拍 加上右手 或者是第一拍的后半 第二拍的后半 第三或第四拍的后半 然后由不同的方式来做出那个后半拍的声音 我去组合看看 一 二 三 四 来吧 这拍的下来 我们的一面 都要没有 凌云